新北市一名驾驶凌晨出门买宵夜 车子凌停在路旁没有熄火 回来的时候发现 车上出现了一名陌生女子打空档 在车内蒙踩油门 放在车里头的包包被打开了 狗狗还被丢出车外 气得报警 女子路往之后坦诚说她的确是想偷车 但警方一查发现 她没有驾照居然还想开车 讯后将人依法送败 你刚上我的车 在我车上有没有偷我东西 我不知道你还吹了我的油门 然后我车上还有宠物 你把我的宠物丢到马路上面 男子气坏了跟这名女子就在路边吵了起来 但两人根本不认识 路边大吵是与男子去买个宵夜 车子没熄火临停在路边 一回来竟发现这名陌生女子 在她车上空踩油门 包包被打开狗被丢出车外 你现在还要跑 那我通常要怎样 你现在是目无王法吗 女子当场被抓包不但没有道歉 态度还很嚣张 监视器还原整个经过 只见这名女子大半夜 鬼鬼祟祟靠近车窗 确定里面没有人 车子没熄火 趁车主还没回来 一个箭步溜进去 地点在新北市树林 二号凌晨两点多 驾驶去素食店卖宵夜 一回来惊觉车内有动静 女子当案坦诚就是想偷车开车上路 但警方一查她没有驾照 搭车空档催油门 车子根本动不了 如今被一切到未遂罪 移送侦办 记者吴文银胡卫伦新北市报道